曼联92班明满天下 但是在92-93年 福格森第一次率领曼联夺冠的时候 92班还未成行 当年帮助福格森夺得第一次英超联赛冠军的球员 现在都在干什么呢 皮特·舒梅切尔 皮特·史玛科·舒梅切尔 1991年加盟曼联 在1999年离开曼联后 他先后效力过里斯本竞技 阿斯队·梅拉·曼城 最终与2003年在曼城退役 现在舒梅切尔做过DBC的英超评论员 参与过丹麦综艺节目Streetly Come Dancing 在丹麦还在做欧冠联赛的解说工作 史蒂夫·布鲁斯·Steve Brewer·布鲁斯 1987年加盟曼联 将其职业生涯最好的10年奉献给曼联 在1992年 他成为曼联的队长 在对谢菲尔的星期三的关键比赛中 他的关键竞球为曼联奠定了夺冠基础 离开曼联后 他还先后效力于伯明汉和谢菲尔德联队 布鲁斯从谢菲尔德联队开启自己的执教生涯 如今他是阿斯顿维拉队的主教练 在执教期间 他还出了三本书清道夫后卫 前锋 加里帕里斯特 Gary Perister 帕里斯特989年加盟曼联 他与布鲁斯的搭档 组成了曼联英超时期的后房中间 在离开曼联后 帕里斯特又为老东家米德尔斯岛 效力了三个赛季 随后成为英尼俱乐部达林顿的运营总监 如今 帕里斯特更想受评论员这个职业给他带来的快乐 丹蒙斯·埃尔文·加尼斯岛 埃尔文1990年冬季加盟曼联 在职业生涯巅峰期 他曾被拿来与传奇左后卫保罗马尔地宁最最比 除了统治曼联的左路 在贝克汉姆城名前 他还是曼联的第一任意球和点球主法者 2002年以自由身离开球队后 埃尔文加盟狼队 2003年狼队冲超成功 埃尔文回到老特拉德福后 获得了雷鸣般的掌声欢迎 如今他是曼联电视台的主持人 也是埃尔兰报纸Thunday World的歌兰作家 保罗帕克·Paul Parker 帕克1991年加盟球队 他是加里内尔维贤 曼联又错位的最佳选择 出色的爆发力 给予他在曼联又变录强劲的助攻能力 1996年离开曼联后 他辗转于谢菲尔德联 富勒姆·德比骏和切尔西 如今 帕克成为一些非联赛球队的教练顾问 也是ESPN的评论员 负责一些亚洲足球的解说 布莱恩·麦克莱尔 布莱姆克莱尔 麦克莱尔87年加盟曼联 是球队封线第一选择 在坎聪纳加盟球队后 他为之后一致中场 为法国前锋输送炮弹 1998年离队后 他加盟马斯维尔 并于一年后退役 2001年 麦克莱尔回到曼联 出任俱乐部预备队主教练 5年后他被任命为曼联群训学院总监 现在他还是SFA足球组织的运营者 保罗因斯·Poens 1989年因斯加盟曼联 在时任队长罗布森逐渐年迈后 撑起了曼联的中场 不过在1995年 因与普格森不合 他被迈到了国际米兰 两年后因斯回归英超 而他选择加盟曼联 斯比利乌普 一直让曼联球迷耿耿于怀 退役后 因斯辗转于多加英格兰低级别俱乐部做主教练 享受着连续被炒鱿鱼的尴尬 瑞恩及格斯·Ryan Giggs曼联92班的代表人物 及格斯终身效力于曼联 直至2014年退役 他一共为曼联出场963次 保持着连续23年 都为曼联进球的恐怖记录 在曼联退役后 他先后担任过莫耶斯和范加尔的助手 直到莫里尼奥入足球队后 及格斯离开曼联 与好友斯科尔斯共同经营着一间酒店 李夏普雷莎普 李夏普1988年加盟曼联 当时他被视为编露天才 伤病毁了他 1991年他因病毒性脑膜炎长期确诊 伤痒夕复出后 他的位置已经被及格斯取代 对于老红魔球迷而言 他们对于李夏普最深的印象 恐怕就是某足球评论员 在解说曼联比赛的时候 脱口而出 11号夏普赚给了9号夏普 当时夏普是曼联的赞助商 在离开曼联后 夏普又先后效力于多知音格来球会 2000年他带领布拉德福 时隔77年后 重回顶级联赛是唯一的亮点 退役后 夏普开启了自己的娱乐圈生涯 先后参与了真人秀神枪手夏普 名人摔跤 名人爱情岛 现在还是BBC和ESPN的节目主持人 埃里克坎通纳 Erika Tonin 坎通纳1992年加盟后 立刻展现出在球场上的统治力 他将红色7号的知名度 散播至全世界 曼联的国王 1997年 在31岁的年纪 坎通纳就选择了退役 事后 他自己也觉得当时的选择有点仓促 退役后 坎通纳删入电影圈 成为一名演员 代表作伊丽莎白 肥老景观 黑蝴蝶 近日 他还打算将自己曾经参演的话剧 面对天堂班上中国的话剧舞台 马克修斯 Mark Hughes 1980年 加盟曼联 在86 87 88年 短暂效力 发贝罗那和白人 88年 福格森 执教曼联后 修斯回归 92到93赛季 他为曼联打入15球 是球队夺冠的头号功臣 1995年 离开球队后 修斯先后效力 与切尔西 南安普顿 埃福顿 布莱克本 最终在布莱克本退役 并成为球队主教练 现在 他刚刚被斯托克城炒掉 促闲在家 以上是曼联在1992年夺冠的主力阵容 除了主力球员 当年在曼联的替补席 也发现了一些老熟人 球队的兵路替补 坎切尔斯基 为球队效力四年 他是贝克汉姆时代前曼联的主力边前卫 老爵也福格森的儿子达伦福格森 92年 也是球队的一员 如今 他是英甲俱乐部唐卡斯科队的主教练 福格森的儿子达伦福格森 蔓延92班 随后红遍全世界 在92到93赛季 及格斯 作为92班的代表率先成名 随着英斯 李夏普 保罗泰克等人的离队 贝克汉姆 斯科尔斯 加里内威尔等人才逐渐扛起超过利物浦的大旗 本文部分内容 原自442杂志